那我们开始 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两个手臂上 然后脸上起了红枕 牙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刻我看到一个电影 应该叫《小兵战靠》吧 《小兵战靠》 有个镜头 有个镜头 涮耳光 涮耳光 可能的镜头 可能的镜头 是讲了那个翻译 涮了耳光 涮了老百姓的耳光 但是呢 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 但是慢慢慢慢老百姓的那个 老百姓的那个记忆当中 好像那个算了 那个翻译官 那个《小兵战靠》知道的吧 电影呢 知道 我们那个默默默默的印象当中 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翻译官 算了别人的耳光 算了别人的耳光 我们的印象当中 都有那个 有那个事情 但是呢 后来人家检查那个电影啊 检查那个电影的时候 就发现 那个翻译官 没有算人家耳光 现在你的问题应该出在脸上啊 因为他讲脸的事嘛 说那个翻译官 并没有打人家耳光 然后呢 有人在说 那个翻译官 吃了西瓜 没给钱 西瓜 红红的嘛 提醒那个事情 红红的 说吃了西瓜 没给钱 好像人家的印象当中 说是 说是那个 吃了西瓜 没给钱呢 但是一查进去 他明明给钱了啊 当时的镜头是这样的啊 那个翻译官 我们那时候叫 加个官制的 翻译加个官制的啊 在老百姓看来 是一个单官的啊 实际上呢 就像那什么呢 只是一个 一个外职企业的 一个打工的而已啊 但是 老百姓认为 这个人 那个外国人 从日本人 搅在一块的时候 成为一个翻译官 加个官制的啊 那个翻译官 说他吃了西瓜 没给钱 红红的 告诉他 一两两的红的啊 讲这个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后来我们看电影 仔细再倒看一下 他给钱的嘛 但那个 他说没给钱 这个信息哪里来的呢 我们再仔细看 还原成当时的情况啊 那个翻译官 跑到西瓜 那个摊头那边啊 拿起来 拿起来 就吃了啊 拿起来就吃了 诶 那个卖西瓜的人 他说 你也把问问 这个西瓜的价钱 你就吃了 那翻译官 老子难道这个西瓜都吃不起吗 在他看来就是 我完全有一个支付能力啊 所以我没有必要 必要来问你 你问你这个西瓜的价钱啊 诶 对啊 这个要合起合你们 就相当于在外资企业打工 在外资企业打工 工资高嘛 工资高的情况下 我就没有必要 每次要买东西的 我先闷了价钱 再说 你这个也搞不得拿钱嘛 我完全有这个支付能力嘛 后来他钱一丢走了 走了啊 我们整个过程当时 没有发现他没给钱啊 诶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时 就这个翻译官好像是没给钱的 诶 这是一个 翻译官没给钱的 当然我们的印象当时 还打了人家耳光 诶 后来钱还不得见的 他也是个中国人 不是日本人了 日本人算人家耳光 人家怕日本人了 这也是个中国人 只是个翻译嘛 怎么会打到这个耳光呢 但是仔细到这里 看个镜头 他说没有这回事 但是到哪里来的呢 后来终于找到了 问题在哪里吧 小兵张哥 当着一帮小朋友的脸 在那里说 那个发音官呢 那个发音官呢 买了 拿了西瓜 不给钱 让他打了人家耳光 是那个 是小兵那个 在转送的人 斯卡 就把那个概念 模糊掉了 模糊掉了 哎 现在我们基本上 我们这个社会 差不多也是这样 官用手段就这样 拍电影的时刻 也用了一个模糊的手段 最后留个人 我们的印象 就是那个发音官 买了西瓜 没给钱 那个发音官还算了人家耳光 算了人家耳光 现在 这个人家说电影当中有一种 一个叫蒙太奇 另外一个故意混淆概念 故意混淆概念 至少 那个年代拍电影的时刻 还比较重视于原貌 只用了这个小孩子的话 来讲出去 讲了以后呢 医物传物 医物传物 用了这个手段 那至少电影当中 还有点真实啊 这个镜头当中 发生的事情呢 先吃了西瓜 没完价 后给钱 卖瓜的人 他说 你也不问那个西瓜的价钱 他说 那老子难道一个西瓜都买不去嘛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讲是不付钱啊 而且我难道一个西瓜买不去嘛 他说的我有这个支付能力啊 没有说 我不付钱啊 是完完全就是两个概念啊 但是最后一位小朋友 把这个话一传 传给人家 全部变灭了啊 全部变灭了 现在 我们的现传啊 我们的现传 中国的现传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事情 拿了一件事情 拿了一件事情 然后 然后就慢慢慢慢变味了 但是现在是更恶劣 关门暴露的时候 直接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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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原来还是 在日本清华的时候 哪怕那个电影当中 也是共产党拍的电影当中 还比较有点客观性在那边 你再不好的话 也就 粗鲁一点 就是粗鲁一点 再粗鲁一点 也就是说 老子拿到那个 一个西瓜的钱都付不起啊 这个就说话 就很出伦了 人家还是给钱的啊 没有说把那个人家 那个太美兴犯了 日本人过来也没有说把人家 那个西瓜太美兴犯了 但现在的城管呢 嗯 所以啊 现在越来越粒 越来越粒 你说 好像那个年代 还比较 真实的啊 你说那个年代 还比较真实的啊 嗯 那个年代 还比较真实的 那个年代 还是比较真实的啊 那个年代 还是比较真实的 嗯 那么 现在来了 现在这个翻译官的那个 他的灵魂来了啊 他的灵魂来了 算人家耳光了啊 真的算人家耳光了 因为人家的印象当中 都说他算了耳光呀 你不要说我算耳光 那我算给你看 哎 哎 算耳光了 真的来算耳光了呀 真的来算耳光了呀 他他气吊子 他说我 我明明没有干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债账给我啊 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我怎么可能呢 这我怎么来算耳光呢 哎 这个时候 也许是那么一算耳光 把这个信息算到你这边来了 把这个信息啊 那你要从他沟通 你说我看过这个电影 我看过这个电影 哎 你很真实 真实首先 你很真实 嗯 你很真实 哎 而且你也没有赚过人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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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看得出来 你很大方 而且我看得出来你也很大方 而且我看得出来你也很大方 哎 尤其是给钱 很大方 尤其是给钱很大方 哎 如果不是你去买西瓜的话 我很欢迎 这个人呢 从早都买 一个西瓜都买不出去 嗯 而且你还经常带着日本人过来买他西瓜的话 他目的就是把西瓜卖出去 而且你还经常带着日本人过来买西瓜 嗯 如果没有这个日本人在那边消费的话 我估计他日子更难过 嗯 如果没有日本人在他这里消费的话 我估计他日子更难过 哎 哎 然后 再说一个事情 你说 你就是个打工的 哎 就相当于在日子企业里面打工 哎 就相当于在日子企业里面打工 哎 就是你是一个高薪阶层而已 哎 你只是一个高薪阶层而已 哎 哎 不应该把政治的帽子 刻在你的头上 不应该把政治的帽子 刻在你的头上 哎 整个电影当中 造有的是那个小屏张卡 哎 整个电影当中造有的是那个小屏张卡 哎 对 整个电影当中造有的是那个小屏张卡 哎 但是造有的人呢 在中国成了英雄 但是造有的人在中国成了英雄 哎 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一个真诚的人 反而被人家污名化了 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诚的人 反而被人家污名化了 哎 说到这里就是他明白这个道理 哎 你说他讲了一个哦 你认可他了 这个信息也收到了一个 他不打你的脸了 他不再打你的脸了 啊 不再打你的脸了 你说 你应该继续教训那些 不明私利的人 你应该继续 继续教训那些不明私利的人 哎 那些造谣的人 那些造谣的人 哎 也就是说 让对别人的那种 让他继续去吧 我们也不干涉人家啊 但是我们这个信息就收到了啊 收到了啊 收到了 收到以后 然后 哎 这个翻译官 啊 就离开了啊 离开了啊 再也不酸你了啊 不酸你了啊 不酸你了啊 再也不哄你了啊 哎 你说啊 如果现在的社会 有 你那时刻的 就这个翻译官 有 你那时刻的 百分之一的 真诚的话 也不至于乱了 这个程度了 如果现在的社会 有你当时 百分之一的 真诚度的话 也不会变得 现在这么乱 哎 对 然后你那个 你这么一说一口 他像你绝了一个空啊 哎 做了这么一个 他慢慢就退走了啊 慢慢慢慢退走了 慢慢退走了 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啊 忙他自己 忙他自己 自己的事情 哎 哎 你说 我现在回头看啊 我现在回头看啊 我现在回头看 现在这个社会的 很多公务员 其他部分的公务员 都达不到你的水准 现在社会的公务员 绝大部分的公务员 都达不到你这个水准 哎 对 绝大部分的公务员 都达不到你的 你那个水准 哎 那么 那么 你对他说 我好像在哪里 也看到过有人 讲这个事情 为你 打报告评 嗯 我好像在哪里 也看到过 你这个事情 为你打包不平 哎 你说 老百姓的心里面 还是有根秤的 老百姓的心里 还是有根秤的 哎 对 老百姓的心里面 还是有根秤的 那个 老百姓的心里 还是有根秤的 哎 对对对 别说完以后 然后就慢慢慢慢 他就退了 退了越退了 越退越原 越退越越越越 他干这些事情去了 说了那个 他干这些事情去的 以后 就是我们没有影响他 正对别人的 去报仇 报复什么之类的 只是 你一见到了这个信息以后 他就不再 或这个信息给你了 他也是 人家就说 要诉苦 要传消息 帝你来的时候传消息 这个消息传到了 他就走了 那走了 这个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个镜头 好像滴滴答答起码的 然后摩托车一个人胎滚出来 表示爆炸一个炸了人家一个摩托车滚出来 你说这个电影当中有个败笔 这个电影当中有个败笔 他说那个人胎滚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人手把一个人子泡出来了 这个人胎滚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根人手把这个人胎拔出来 滚出来 把这个人胎滚出来 是这样的 拍这个电影当中为了描述一个八路径 把日本人的摩托车也给炸掉了 炸了一个人子也滚出来了 但是滚出来的时候 因为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正的炸了 锦头合成的 合成的时候把人胎滚出来的是人工滚的 滚的时候正好拍的时候 两个胳膊露出来了 两个胳膊露出来了 胳膊露出来以后呢 应该来说要叫你把那个手 应该告诉你这个消息要把手缩回去 手也这个地方应该胳膊上痒 有这么一个星期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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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知道了 那个时候技术力量有限 我知道了 那个时候技术力量有限 你说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露出来 我都知道 你那时候有没有露出来 我都知道 因为那个轮胎没有扁掉 因为那个轮胎没有扁掉 所以你手扔出来也好 还是滚出来也好 实际上没有被炸到 所以不管是滚出来也好 还是丢出来也好 你那个手没有被炸弹炸到 就是那个轮胎没有被炸弹炸到 那个轮胎没有被炸弹炸到 你就告诉这么一件事 你就是说没有见这个手 那个轮胎滚出来也是假的 你看到这个胳膊露出来 人家也是知道假的 为什么 你这个如果真的把你一炸的话 轮胎肯定炸坏了 不会气海咕咕囊囊囊的 好把无声的一个轮胎 就从那摩托上滚下来了 你那个真正的光 如果受到爆炸的 首先呢 断天就把那个轮胎 轮胎切个掉的一个 瘪下来了 因为轮胎没瘪嘛 你明白了这个到底 就告诉对方 你那个不影响 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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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胳膊露出来 和没露出来 我都知道 那个轮胎滚出来 那是个假镜头 你那个胳膊露出来 露不露出来 我都知道 那个轮胎滚出来 什么假镜头 不会 因为你那个胳膊露出来 我认为 这个镜头更假 不会因为你那个胳膊露出来 我就会认为 那个镜头更假 我也不会认为 你没有露出胳膊来 我认为这个镜头更真 我也不会认为 你那个胳膊露如果没有露出来 我就会觉得这个镜头更真 因为轮胎没有别掉 因为轮胎没有别掉 那个轮胎的话 应该经过爆炸以后 肯定会别掉 但你那个轮胎没有别掉 所以我知道 那个没有拍电影的时候 没有发生爆炸 如果真的发生爆炸的话 那个轮胎就变掉了 你那个轮胎没有变掉 所以那个电影 拍的过程当中 没有真正的爆炸 还是过程当中 没有真正的爆炸 只是这个模拟的一个轮胎滚出来而已 只是模拟的轮胎滚出来而已 你把这个事情说穿以后 那个信息也从你胳膊上离开了 也从你胳膊上离开了 也从胳膊上离开了 然后你说 你说 你们拍戏的那个地方 你们电影当中描述的那个地方 很少有人骑马的 很少什么 有人骑马 很少有人骑马 对 就是他们描述的那个地方 那个年代是很少有人骑马的 所以拉了几匹马过来 我认为有点不能不累 这样 你们拍电影的那个地方 很少有人骑马的 你们拉了几匹马过来以后 就有点不能不累了 有点不能不累了 因为当时 因为那个地方是没人骑马的嘛 所以要找几匹马很难找 所以规模太小了 规模太小以后 觉得拍电影那个人觉得 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的意思 我去找了几匹马 没有好大的马队过来的话 觉得没有打到这个 我们要拍摄的效果 你现在高传那个地方 本来就是没人骑马的 也就是不存在马的 你能够找到两三匹马过来 你就不错了 你想一个骑兵队过来的话 你更不可能了 你不要觉得遗憾 安慰他 你不要觉得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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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这个信息一传到一个 哎 那就离开了啊 离开了啊 离开了 那个马的中王也是飘飘飘的 那个 那个信息也离开了啊 那也离开了啊 这部电影当中有 这么看来有三个星期要多顺点 一个 翻译官 说他那个 非要说他那个 算了人家耳关 或者那个吃了西瓜不付钱 那个是小飞那个搞出来的事啊 他本身不存在的事 另外一个 那个拍电影的这个 不小心一个手露出来了 轮子 扔出去啊 故意呢 本来人家拍远一点的话 就不会到胳膊露出来 你说不影响 你露不露出来 都无所谓 哎 安慰了人家一下 那个信息也走了 然后那个马觉得 那棍不够大 哎 他觉得一看 你知道 你说我知道 这个地方就不踩马 虽然能拿几片马过来 你已经尽力了啊 不可能有个骑兵队过来啊 哎 他觉得你很满意了啊 这部电影很满意了 你说 确实 这部电影在当时来说的话 拍得很满意了 嗯 这部电影在当时来说拍得很满意了 哎 对 拍得很满意了 而且啊 我们回头看 把小兵张嘎那个造谣的嘴脸也记录了下来 哎 这个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哎 这个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哎 对 你这么 这个也夸架一个 那个 相当于这个电影导演或者这部电影有关的那个 来找你那个信息 那带给你信息那个也离开了啊 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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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息就这样做完了啊 啊 这个信息就这样做完了啊 啊 好 信息做完了啊 有什么话要说吧 没有 啊好 那就这样 这个 这个来自于这里啊 啊